南海从来没有平静过 我们来看今天的南海扰动 是菲律宾指控中国的海警船 在南海拦截了菲律宾的官方补给船 而且用军事级的雷射光照 导致菲律宾船上的人员 暂时性被雷射光照到失明 美国当然是力挺菲律宾 美国在南海展开大规模的军演 表明了维稳南海和平稳定美国的角色 而中共最高届的外交官员王毅 周二起要到欧洲访问九天 他传出会趁这个机会跟美国国务卿会面 但是王毅的欧洲行将以俄罗斯 作为压轴的访问地 看得出中俄关系要保持持续增温 当然对于美中关系就会形成不利影响 当天空因为美中之间的气球风波 争议不断的同时 海上也不平静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周一公开指控 中国大陆海警船 本月六日在南海以雷射及军事光照射飞国船只 导致船上人员战时性失明 当时飞国船只正在为驻守在南沙群岛仁爱暗沙上的海军官兵 执行补给任务 却遭中方海警船蛮横靠近 试图阻碍补给 两船一度相距只有137公尺 飞方直指中方船只行径不仅唐突而且不安全 更公然漠视而且明显侵害菲律宾主权 这已经不是中方首次阻挠飞国的南海补给行动 去年8月中方的海警与海上民兵船只也曾试图封锁非国陆战队看守的人爱暗沙 阻止政府船只接近 去年11月中国海警船更在南海中叶岛附近对非国海军拦路抢劫 把飞方打捞到的中国火箭残骸强行抢回 不但美国副国务卿雪曼周一在华府举行的美日韩三边会议上 重申将权力阻挡北京当局的扩张野心 美国国务院也发声明力挺菲律宾 并批评中方在南海的做法具挑衅而且不安全 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以及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 也从上周六起在南海展开演习 美军第七舰队公布大量演习照片 强调这场早前已经计划好的演习 是要在区域内建立支持和平稳定的强大军事存在 并且持续威责潜在对手 至于相关演习的结束时间 美方并未透露 中共军方则首度披露解放军潜艇部队 在实弹演习中 以鱼类摧毁目标靶船的影片反制意味十足 王毅反欧将拉开今年中欧高层交往的序幕 中共外交系统最高阶官员王毅 周二起展开为其九天的欧洲访问 除了要向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友好国家推展经贸等双边关系之外 还将出席周五起一连三天在德国举行的第五十九届慕明黑安全会议 外传王毅将趁机和同场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日本外相林芳正展开双边会谈 但美方对此则持保留态度 除了因为当前间谍气球风波持续扩大 不利于对话环境之外 王毅这趟欧洲访问的压轴地点也大踩美国红线 外传王毅这回亲赴俄罗斯是要为接下来可能的中俄元首面对面铺路 如果习近平真的踏上俄罗斯与普卿会谈 对于当前几乎降至冰点的美中关系恐怕是雪上加霜 TVBS新闻综合报道